欢迎收看《维新世界》田园交响曲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田园交响曲 我们带您来到的是台中市的雾峰区光明农场 在2024年的新年度 其实田园交响曲要带领各位观众朋友们 一起进入一个新的单元 我们可以来一起了解 像中兴大学这样子一个学校单位 机转厂商以及真正的农场的主人 三方如何合作来完成一个国科会的智慧农业的计划 那《维新电视》也非常高兴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接近我们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 非常珍贵的人事物进行的过程 那今天来到的是光明农场 我们要来了解 在这样子非常灿烂的阳光底下 里面的温室种了什么样子的一个农作物 然后这当中的智慧 还有人事物的这些结合 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记录的地方 欢迎收看 我们现代的精致饮食上面 所以现代人 甜度糖分 对 糖分摄取太多 所以现渐渐的说我们就是要 就是要种出有食物的原有的营养跟风味 就不是说我们要追求它很甜 这个是我们这几年消费市场的改变 所以我们也教育消费者说 你要知道我们的东西就是有安全 还有它有它原来的营养 有甜 有甜 但是你不会 不会过甜 不会过甜 过甜是一个比较变态 是 像以前我们是种的时候 我们就会跟别人比较说 我的有几度 我们的糖度叫几度 我们就说我们的糖度会多少 可是我们觉得我们这几年说 我们的东西吃起来 我们那个风味跟口感 我们希望让消费者喜欢这样的一个模式 因为像我们目前这个种植的方法 它吃下去的时候 它会觉得说比较满足 所以我们就是给我们这一种农法 叫做营养满足法 可是你吃了以后很容易 你的身体就知道说 你吃到的营养是够了 绝对的 是的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 我觉得种植很恰当的这个作物 然后成为大众的这个食物 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功德 从事这样子的一个正业的时候 我们其实也都在做一个日常当中的一个修行 所以在工作当中就是在修行 就像您刚才跟我们讲的 就是其实大家都曾经走过这个追求甜度高点的那样的过程 其实这是蛮好的 这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竞争之下的一个成果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不要我们种东西除了能够赚钱福口之外 我们觉得要让我们觉得快乐 对 因为以前我老婆 你做这都做快乐的 可是我们觉得你就不要 不要我们种的时候 我们不要去违背我们的良心 对了 太棒了 现在其实做的快乐 然后又等于就是一个非常利益众生 利益大众的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有配合他们 我们去做的时候 我们除了吃快乐之后 我们还可以赚到我们该有的利润 这是这是每个人都希望的 我们去跟阿姨打个招呼好了 好 对 她就跟我们的大姐一样 打完情带路 对对对 每天每天我们就跟她说 你你到来就帮我们做什么 她就会 好作品 真的是 很好配合 对啊 我们今天对啊 没有特别约 我们遇到了这个美丽的姐姐 对啊 她就不要让她再杂乱 直接就这样拔起来就可以 对 拔掉 撈一杂子这样 可以 没有就直接从这个 这一页不稳利的直接拔掉 好 说说说 我们比较少用剪刀 因为用剪刀的话 用剪刀的时候有时候会造成交叉感染 所以我们大部分时候用 可以用铁铁的就是 交叉感染是说怕那个剪刀 那个切口 对 又去碰别的 对对对对 比如说她有 她有得病毒 这边就一直传过去这样子 那用手 用手的话比较不会 因为她没有跟伤口接触到 因为你把它剪掉的时候 它会跟植物的那个 里面那个肉 对对对 它会接触 如果是你刚才咬到剪刀 它就一直剪掉了 对对对 所以 所以其实我们就很放心 我们就不会像说 这个比较长 我们在去剪刀 对啊 对 可以啊 不然你如果找一个不熟的人 其实在做我们会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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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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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会气得翻死 或者是全部通通都用剪刀 所以这个真的是 一件事情做久了 然后也做得非常 我觉得入理了 顺手对对 我们采的时候 我们就先吃吃看 先吃吃看好不好吃 先吃吃看好不好吃 这是说现吧 就马上先 对对对对 先拔就这个 只因为 不能随便乱拔的 对对啊 如果有一个 一个L型 从这里呢 现在是比较难拔 这样子就行了 这个就是算 整个够红的这样 对可以试吃一下 对 但我觉得那个L型 真的非常有趣 对只要L型一弄的话 就不用用剪刀 不然你用剪刀去剪 其实 采收后就会很麻烦 像我们就 我们会吃起来看说 这个我在这里有东西 像这样去吃吃就看说 它的味道有没有跑掉这样子 对对对对 这个很多汁 现在是 它的甜度其实不是非常高 可是你会觉得很甜 而且吃完之后 你会觉得会 会觉得回甘 刚刚好 对对 因为就是我们现在就是 这种种植的模式的话 我们就一特别像我们说的 吃到 只要甜之外 它就没有感觉 所以我们是让东西觉得 吃起来我们会很舒服这样子 很舒服对 像您刚才讲的那个回甘 就是说 我的感觉就是 它还会留在这个口腔里面 还有这个淡淡的一个甜度在里头 对 但是又不会让你腻到那种 很甜的那种感觉 对 也已经调得刚刚好 对 以前我们是说 要让它甜得配茶 对啊 可是我们现在就说 叫做它吃的要有质感 那时候大家都在冲糕点 对对对 就是很可爱 所以像这几年大家翻解说 我们翻解就是要像刚才 吃起来有柔软 好吃的感觉这样子 对对对对 谢谢这样吃吃看 谢谢谢谢 好 采摘的时候就直接握住这个转折点 对像我们这样子 就是按在这里 它就起来了 对 所以这样子采起来就很方便 对 这个环境也是进步了几代 我们之前是因为怕以前没有 以前把扫的时候把很辛苦 然后我们觉得八草太辛苦 我们就放了黑色的益草席 杂草益智席 杂草益智 对 它就是不要让杂草长出来 然后又过了几年 台湾厂商突然发现说 白色杂草益智席在台湾有市场 这在国外已经一二十年 可是台湾使用人太少了 它发现有市场又要生产 可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是好东西 怎么说 因为它可以降低我们室内的温度 而且它可以增加反光 让植物的转色会比较漂亮 它那个虫子也比较不喜欢 在这个环境下 因为光线比较强 因为今年那个玉米没有种嘛 对 水稻种完之后收玉米 因为这两年我们玉米就没有收 没有种 小鸟都很喜欢吃 它会把它的那个玉米出来 它会吃掉那个吃去吃玉米 然后我觉得他们都熟门熟路的 对对 因为特别好吃 因为我们还专业 所以我们就有使用三个 我们叫做奈米钙 奈米钙这一个东西 它就是把那个玉米的外叶 它那个玉米的外叶让它变得更强热 更强 更坚强固 所以它在吃的时候 它就不是 一时就让你吃 没有 它们吃它们不是每一根都是 它是一根吃一口 天啊 可是我们就发现 我们有用了这个东西之后 它是一根吃完之后 它才会去吃另外一根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它要咬掉那个外皮 它会很辛苦 所以我就常常拍照片给林董说 你看它们都乖乖的 我给它吃都没有关系 它不会一次给我吃一把 以前是一次吃一把 我气死了 对对对对 像我们的水稻一样 我们也是喷 所以我们的水稻在开花 在开花结穗的时候 我们小鸟的来的量就变少 因为我们的那个稻壳 稻壳变厚 所以它吃的它就会很辛苦 所以那个小鸟它们也会去找 容易吃的 对对对 所以我这几年几乎没什么在赶鸟 我觉得这真的是好 我们人虽然跟动物 然后还有土地植物之间 虽然我们语言不共通 但是大家一起在这个天地之间共存 可是就是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对话 对 我们做了什么 它们就反映给我们什么 然后我们其实做了什么样子的一个改变 它们马上也可以知道 对 然后它们也有它们的方法 对 很有趣 因为说我们东西真的好吃 可是它们说 你的东西很难吃到 所以它先去吃别人的 对对 小鸟就这样告诉你 是 哇 太可爱了 一个好的产品 在田间试验的时候 产品会收获 真的 为什么 比如说 好的东西用下去的时候 第二天 我们可以看到它叶子 第二天马上就可以看到 第二天可以看到 这就是产品好的 产品好也要 一定要有好的农民 它能够很 它有很敏锐的观察力 是 还有呢 还有呢 比如说吧 我是福林舍友 我是福林舍友 我很喜欢带着光明农场的小番茄去跟我们福林舍友分享 是 它今年很可惜 因为它生意实在太好了 是 它只能它给我吃的就只能给我吃 限量 对 还有呢 限量中的限量 还有呢 很可能就是有一点小瑕疵的才能够轮到我吃 要不然就是市场的 是 那我们呢 也替它高兴 对 毕竟我跑了那么样多的地方吃来吃去 还是这里的最好吃 它的好吃是在哪里呢 我们酸 甜 还有吃番茄的时候要有那个嚼劲 嚼劲式的 果肉的这个质感 对 还有那个皮 这是别人没有办法体会出来的 因为呢 他们没有吃东西 并不是吃得饱就好 要能够吃得好 要能够吃得巧 最重要一点 要能够体会到那水果里面的香味 香甜 是的 是的 这就是我们这个人间啊 这个人生的一个滋味的其中一味这样子 是 是 是 尤其比如说吧 它种的水果玉米 它的水果玉米的甜不是甜度 而是那个香味 很多的我的朋友去的时候 来看的时候他们都是 每个人就是买一大包一大包的回家 不是只有自己吃 还要他们呢 好东西还要分给好朋友来用 是 是 是 哎呀 这真的是大家 其实有很多熟门熟路人都知道 往哪个方向去找这个很棒的这些作物 支持农友这样子 对对对对 太好了 比如说吧 像农民呢 我们有一个 我们就是我们的农民朋友 他们我们会组 不是组织啦 而是说 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分享 所谓分享就是说 农民农场 大家带了小芳瓜 带了哈密瓜 带了小番茄 我们另外的朋友 他可能会带了橘子 他带了茂骨 还有呢 他带了佐兰的 那个甘露梨 是的 那这些呢 在台湾讲起来都可以说是顶级的 因为光是在农场 他自己在卖 就已经不够了 就要排队了 预约了 是 是 就要排队了 是 是 是 那我想我们称谕这样子 国科会的智慧农业的这个过程 一定是一步一脚印 大家共同努力 是 不晓得这个 像佛伦社有这个职业参观 那是不是也曾经有这样子的带领大家 来到这边的主吉他过这样子 因为这里比较小一点 我会带他们去看橘子 是 会带他们去看那个茶叶 对 我们台湾 这是宝岛 是宝岛 什么都种得出来 但是因为是宝岛 什么都种得出来 什么样的虫 什么样的东西 那些昆虫 维生物它也会跟着来 这就是需要我们台茂跟中心大学的合作 是 是 是 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接触到就是我们产观学界 大家以共同的这些智慧擅长的这些面向来发挥 那带给我们的这些 等于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面 所有的人 事 物 产物这些 能够更加的丰富 蓬勃 丰饶 这是我们大家的福气 也希望在大家的这些智慧 还有不管是挫折当中 还是收成的这些喜乐当中 都可以有更多的这些心灵的提升 是 最终还是这个心灵的提升 是的 因为刚才听到林董事长 然后还有林明元 林大哥 其实都已经是在这个农业的种植上面提升了 大家不是在那里追逐一个 譬如说甜度的高点 在竞争这个哪一个农场 哪一个产物 可以有更好的这些的数据 当然我们要掌握的是最适当的数据 而不是最高的数据 是 是 数据 最高的数据 是要让我们农民它的满足 它的收获的那种 我们看到它收获的喜悦 这是我们所追逐的 那是最好的 最高的数据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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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在过去几年 一直是在厂长抱上这一些蔬菜的荣耀的产品问题 那也是我们从植物病理的角度里面 照道理不应该有这种状况 那因为就是能够搭配那些好的材料 还有益生镜 还有搭配一个栽培助度 就是生态管理 那基本上应该是可以做得非常好 那我想我们首先就是希望能够把 中医大学的研究成果实践到台湾的土地上 我想将来可以再扩诊到东南亚和结束最高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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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这是台湾的软实力 太厉害了 那您提到这个植物的这个病理 我觉得这个跟人体其实 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发现身体上面 如果有哪一些不该有的东西 然后我们去做的切片 那其实医生那边都会有做一个 这个切片的病理报告 那这个植物病理的这个部分 我们其实大概可以再更 因为我觉得老师您很擅长 然后就是让这个很复杂的这些事物 很浅显的能够让大家了解 所以这个植物的病理大概是有哪些范围 然后用哪些方法让我们可以来 等于医生的部分来治疗他们 所以本来我们这个植物病理界就是 还有昆虫的 事实上成立一个植物医学 现在已经成立植物医学系 那我们也是希望说政府能够建设立法 让这些植物医生能够属现在大地上 那最主要我们植物病理 还有这个昆虫是包括很大的范围 找荣耀店去开药房去用 那我们觉得这个不对 应该有一个植物医生的来辅导他们 那我们现在也在中医大学 还有台湾大学 还有家庭大学 还有苹果大学 都在积极成立一个植物医学的这个学生 那希望能够帮助农民 因为这个其实和医院一样 他要开处方的 那是不容易的 因为他事实上很多人都误以为说农民拿药来噴一噴 那我们只要能够找到关键 什么时候农舟会发病 那在还没发病前 我们把它处理一些无毒的 或是这些像我们台茂的奈米干的一些的话 基本上他就不会生病 所以很多东西呢 他们就是在社会大众误贼 包括很多医生啊都认得说 我们植物医生其实是青菜 那我们这个植物增进里面的病案 大概有上万种会引起植物病害 那我们植物医生非常辛苦 就是一个座物有很多病 那不同座物又有很多不同的景象不一样 不像医生是针对一个人的疾病 所以我们是非常复杂 那我们现在像我刚才讲过 就是我们植物病理研究 从这个进的生态 还有他的生理 还有他的作用机制 还有防治体系 还有他生态观 我们都做得很密切的 从基础训练到四年级 所以是发非常非常漫长的实验培养 那所以很多的社会 当然我们这个中医大学 像竹病啊或中医大学 老师都是比较保守 不愿意在外面宣传 默默就和我们A界啊企业界 像我们林董事长也非常勾矣 就是默默的经营 他已经经历20年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现在已经慢慢看到他的成果 大家尤其是像这个茶眼 我们也去看 发现这个真的是 在采塑以后马上喷的话 他就那个茶的枝条 那个伤口就马上溢合 那一般竹病炎镜 就是从伤口感染 那只要能够抓住这些结窍 其实他不需要喷很多药 所以说我们这个竹病的研究范围 非常管 那当然还有昆虫 昆虫也是非常管的 有昆虫有六只脚的也有红只只 非常多 那昆虫看它更管 那昆虫还会传播人类疾病 传出植物病害的疾病 所以基本上我们植物 医学系的话 它就包括有荣耳、育种、培育的、盐益的 都涵盖在里面 所以我们这个非常复杂 但是基本上因为我们都是不善理推广 所以很感谢你们这个 因为你把我们这个资料能够散布 让他知道说我们是默默在这个领域去经营的 在这些努力耕耘的这些背后 我们台湾的这些软实力 真的不是只有在这个空中在那边喊口号四的这样 而是真的是有这么多人 大家一步一脚印 每天的观察 每天不断的这个持续的研究 这是多大的恒心跟耐心 那这个我觉得植物的这个医学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功德 我们一直在讲人体健康 人体健康 可是问题是我们每天喝的 吃的 不管是蔬菜水果等等 稻米也好 全部都是从这个土地生长而来的 那我们现在能够更早到接近它的根源 所以等于就是说植物的这些身心灵健康 我觉得它们快乐也才会生长得更好 然后发展出适当的甜度 不会过甜或者是不甜 那可能我觉得它们就像人一样 对 所以就是说人体的健康 从植物的健康开始 从大地的健康开始 其实我们这个刚才讲的 像这个方老师的这个益胜镜 他用到植物里面 他也是启动了植物的便利系统防病 而且是他的这个东西 所以变成是他是一个益防益水 因为我们人不要吃到一些 有荣耀残留的东西的话 这个人的疾病就少了 那大地也就比较像 我们你们佛家讲的就是净土 真正的净土 我们现在在做就是在为台湾的土地 希望能够耕引一片净土 所以我们找到像台帽的奈米钙系 是从这个矿物去提炼出来 从这个矿鼠里面去提炼出来 所以基本上它是 是符合回归到柱栏 从这个 它的这个一生就是它能有一个 循环的 那我们在这 生物助纪的配方里面 也常常是融洋废气株源里面 分在一起来调控 符合现在的净银碳牌的概念这样 是是是真的我们就是要推广这个 正业正经济跟正思维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各个面向当中 那今天呢在这个光明农场呢 我看到的是这个很开心的番茄 小番茄 那我们现在就是大家一起三方合作 用到的是不是您刚才提到的奈米钙 还有林董事长提到的奈米钙 对啊对啊 因为光明农场应该说之外 它应该是我们林董事长的实验农场 这是台马宽庭的实验农场 那因为它这个一直它也这一个 因为我们这个林厂长 他本身就是高农毕业 所以他也很有心 所以他也很专业 他跟他谈 他就很容易接受这些概念 所以他就在每一种研究过程 或是您懂的东西 然后在实验 有些效果比较好或不好 他都会跟他讲 所以就变成我们这个三方的互动 让我们在在研发 或是它的奈米钙性的调控 这配方都有很大的改进这样 大船慢慢转了 就是说我们从这个点开始 然后带给更多的农友 慢慢从也许一直的这个惯性的概念 慢慢的转变 然后大家一起能够慢慢的 就是逐步的起头并行这样子 就整个转过来了 那今天非常感谢傅小长 我想在这个部分 我们也非常感谢中兴大学 能够协助我们微信电视台带领我们 来一起进入更精准 而更关怀大众的一个传播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带大家 会进入这个中兴大学的研究室实验室 来更具体的分享给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一起来支持 台湾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谢谢 谢谢 谢谢傅小长 谢谢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们 谢谢 谢谢 观众朋友们